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阶级它不能就是说 所谓阶级意识它是一个总体的 如果你这个阶级意识 只是讲的个别阶级的利益 只是讲的个别阶级利益 而且把整个社会存在 归结为一个阶级的利益 那么你这个阶级什么 就是说你必然呈现出来的是一个虚假意识 是一种虚假意识 就是说你不能反映总体 那么对于这个虚假意识呢 我们说了啊 就是说这样一个虚假意识啊 它说既有资产阶级有虚假意识 那么无产阶级也有虚假意识 也有虚假意识 所以呢它要把这个虚假意识做了一个 它说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呢 和无产阶级的虚假意识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所以它要把这两种虚假意识啊 做一个区分 做一个区分 它所谓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 它说什么叫 它们两者有什么区别 它说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啊 主要是产生于它的阶级意识 从它的阶级利益之间的辩证法的矛盾 产生于啊 它的阶级意识 从它的阶级利益之间的辩证法矛盾 这个怎么讲啊 这句话怎么讲 它说它的阶级意识 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我们说资产阶级它的阶级意识 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应 是吧 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这样一个揭示 所以呢 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它是什么 表现为总体 所以当它这个资产阶级的 这个阶级意识 和它的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应而言 一个总体性所揭示的这个阶级意识啊 只是什么 和它的阶级意识 和它的阶级利益 本来你的阶级意识啊 作为对社会的反应 前面一个它的阶级意识 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应 它是总体性的 而后面呢 它的阶级利益啊 讲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它是把无产阶级把它抛开了 就是说你在这样一个 整个的这个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社会当中 你在去揭示它的经济现象的过程当中 你只强调了什么 资产阶级利益的这一面 而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利益的这一面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你在这个社会当中啊 你只看到了经济现象 而没有看到经济现象里面 所包含的阶级的对立 阶级对立 那么也就是说 你没有看到这个社会当中 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啊 所存在的内在矛盾 内在矛盾 所以你不能揭示社会整体的本质 不能揭示社会整体的本质 所以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 虚假意识表现为什么 他的阶级意识 就是作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应该是总体性的 却和他的阶级利益之间啊 和他的这个狭隘的阶级利益之间 发生了一个冲突 发生了一个冲突 所以正是他站在他的狭隘的这个阶级利益一边 所以他没有办法揭示这个社会的整体的本质 社会整体的本质 所以这就使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表现为一种虚假意识 在现实当中 你说的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实际上也就是说 你只代表了你这个阶级的利益 而不是代表这个社会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各个阶级的利益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揭示什么 这个社会的本质 所以你所呈现的 你讲的这个阶级意识是什么 只是讲的你资产阶级的利益 而不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什么 你是从你的利益看问题 所以这样他就说 这样一种这样一个虚假意识 它就表现为不能揭示社会整体的本质 不能揭示社会整体的本质 那么无产阶级的虚假意识表现为什么 他说不仅这个资产阶级具有虚假意识 而且无产阶级也有虚假意识 这个无产阶级意思是什么 他说它是产生于直接利于和长远目标之间 孤立因素和整体之间的矛盾 变成矛盾 这个是怎么讲呢 他说这个无产阶级啊 因为无产阶级马克思说的 它代表这个阶级是一个特殊的阶级 这个特殊阶级是什么 它是把自己变成普遍 资产阶级把自己变成特殊 把无产阶级是普遍 就是说它所代表的是一个 它是一个阶级 但是呢它所要反映的是什么 是超出这个阶级的利益 达到全人类 所以它所代表的是要全人类的利益 那么它超出它自身的阶级本身 去反映全人类 代表全人类 当它这样做的时候 它是不是能够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呢 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呢 刚好是以资本主义的矛盾 是以这个批判这个资本主义的这种阶级利益的 这样一个狭隘性 而把这个整个资本主义啊 看成是一个矛盾的总体 矛盾的总体 强调这个总体呢 要这个总体的这样一个克服啊 它的长远什么 要以共产主义来取代它 所以它是强调什么 资本主义也是会灭亡的 灭亡的 那么这样呢 它可以揭示这个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本质 但是对于工人来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 它有一个什么 我眼前的利益 我直接的利益 也就是说我的经济利益 和我长远目标之间啊 它是矛盾的 它是矛盾的 这个阶级它要什么 它要代表全人类 不是说它阶级一产生就是代表全人类的 那么它需要有一个转化 它有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个阶级里面 作为它所反映的长远目标 长远目标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这个呢是代表这个阶级的长远目标 但是这个阶级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 它往往首先看到的是什么 是它的直接的 眼前的这样一个利益 我的物质生活的改善问题 我的政治权利 民主权利的争取问题 而不是你的长远的全人类的 这样一个解放的问题 那么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你是孤立的看待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呢 还是说你和你的长远的整体的目标相联系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的直接利益呢 它是一种片面的 但是你的长远的利益呢 代表了什么 你的总体性 所以正是由于这样一个脱节啊 脱节它所产生的出来的矛盾表现为什么呢 乌托邦 很多我的理想啊 理想的东西和现实是脱节的 所以我就那个理想的东西整体表现为一种乌托邦 我能够看到它的本质 包括你说空想社会主义 它也看到了这个资本主义的本质 它的不平等的现象 但是呢 它却没有办法什么 没有办法啊 去实现它 也就是说 你怎么使这个无产阶级的意识啊 能够实现的问题 那你就要把这个直接的利益和长远的目标结合起来 但是呢 在现实当中 无产阶级往往看到什么 它是直接的这样一个利益 而糊跌了它的长远目标 这样它就产生了什么呢 产生了一个虚假意识 虚假意识 所以你的这个 你以为无产阶级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总体 其实你也只代表着你的这个现实的利益 而没有真正反映总体 所以这个时候你表现为乌托邦 所以这个无产阶级的虚假意识啊 和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啊 它是不同的 不同的 那么 它认为啊 在意识上 它没办法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 而无产阶级的虚假意识呢 就表现为乌托邦 表现为啊 它没有办法什么 它的目标什么 无法使无产阶级啊实现它的目标 你怎么把它提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 就说使无产阶级啊 活着它的这个阶级的这样一个自觉意识 这些自觉意识 所以呢它特别的强调 它说对于无产阶级来说 这种虚假意识是某种完全不同于 以往任何阶级的东西 甚至正确的闪述资产阶级意识发展的特殊地位和方面时 一旦涉及社会整体 就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的 界限揭露了他们的虚假性 而无产阶级呢 即使在它处在虚假意识和实质性的错误时 它也总渴望真理 也渴望真理 在这里只要回想一下 乌托邦的社会批判主义 不过无产阶级和李家彤的理论 革命理论发展就足够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实际上就提出来啊 什么无产阶级的这样一个 虚假意识的问题 那么无产阶级的这样一个虚假意识 它是怎么产生的 无产阶级的这种虚假意识啊 它是怎么产生的 所以这样呢 它就要研究什么 物化的问题 就是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这个虚假意识 它不是啊 产生于什么 不是在这个之外的 或者阶级本身的原因 而是和什么资本主义社会 所特有的这样一个现象啊 它是相联系的 相联系的 所以它就分析了这个物化和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世界 我们前面讲了啊 它的一个哲学的特点 就是探讨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日常生活的问题 日常生活的问题 所以它那么表现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个典型的概念是什么 是物化概念 是物化概念 所以它就提出了这样一个物化 物化概念 那么这个物化概念我们讲的时候啊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下 这个它讲的物化概念和异化这个概念 我们讲马克思在1840年经济学手稿里面讲的是异化啊 那么异化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这个异化概念呢 它两个词都用过 一个是objectification 还有一个呢就是objectify 就是说这两个 它这个词啊 它那个词啊 这两个词啊它是不同的啊 它是不同的 呃 这个你们都学过外语的 这个aniation呢 它是讲的这个 呃 一个异化的问题 一个疏离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这样一个objectification 或者objectify 那么它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的一个这个主观的这样一个东西 一个对象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 这个词 它用这个词啊 它是来源于什么呢 是来源于它对资本论的 马克思的商品败无教的一个理解 商品败无教的理解 它这个 它在写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时候啊 它并没有看到这个马克思的这个 184年经济学手稿 它到后来就是写 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时候 它才读到马克思的这个184年经济学 则学哲学手稿 读到马克思的这个博士论文 所以它后期的解释 跟这个早期的解释 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的早期呢 它当时读的是资本论 我们刚刚讲它经历 它是读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 所以它的这个词的理解啊 是对马克思的商品败无教的理解 那么马克思的商品败无教里面呢 我们讲的 它是包含着两个前提 也就是它考察 误化思想的一个前提是什么 所以那个学生翻译的时候 就翻这个 我说你这个词翻错了 你没有读这个努卡齐的这样一个原著啊 我说你去看一看 它这个解释不一样的 因为你翻anionation 它别人会误解为 你是这个 它早年用的是 这个马克思的 义化劳动概念 其实它用的 不是马克思的义化劳动概念 刚好是一个商品败无教的概念 那么商品败无教的概念 它我们说了 它有两个前提 它是怎么 一个呢 就是说商品败无教啊 是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 特有的这样一个问题 特有的问题 所以呢 马克思在这个资本论里面 讲商品败无教什么 刚好是什么 商品的意思 商品败无教啊 是商品的意思 就说马克思说 它和宗教一样 宗教呢 它借用这个 菲尔巴哈的这个说法 那么菲尔巴哈是什么 它说什么是宗教呢 宗教是把人的本质外化了 本来人的本质是 人的这个自我抽象的一个自我意识啊 它把它变成上帝了 所以以为了这个能啊 受它的能的本质的制约 受上帝的制约 所以它是用能本主义啊 来揭示了这样一个宗教的这个虚假性 马克思说和这个一样 那么这个商品败无教是什么 把这个能手啊 把那个能手啊 就是能创造的这个产品啊 把它变成了 变成了神啊 外化了 所以大家就去崇拜它 所以这个地方啊 马克思就强调 它说只要是有商品在的这个地方 就会产生出什么 宗教的这样一个意思 因为你把握不住啊 这个商品 它最后它是按照什么 按照这个 亚章斯密的 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商品经济 越发达的地方 能不能这个宗教信仰啊 也就越盛行啊 越盛行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 卢卡奇当时读资本论的时候 就从这个思想出发 所以在马克思看来 就是说 什么叫败无教 商品败无教 商品败无教 就是商品社会的意思 就是商品社会的意思形态 所以他就 他就要分析这个 物化概念的时候呢 就是要肯定了 以商品败无教来分析物化思想 也就是说什么 他是要分析 现代资产阶级的意思形态 因为你这个商品社会 和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是什么 近代哲学 近代哲学 那么他就认为这个近代哲学就是什么 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这样一个哲学 也就是他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 所以当我们去分析物化现象的时候 分析一个阶级意识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要对这个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 进行批判 进行分析 所以这个分析物化的思想 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思虽然在这个资本论里面呢 提出了这个商品败无教 但是马克思在这个部分并没有展开 并没有展开 而鲁卡奇呢 把这个什么 作为他分析物化思想的一个前提 也就是说马克思分析商品败无教指出了一个 他主要是指的商品的发展 是怎么这个矛盾的 是怎么发展的 他的这样一个过程 怎么从商品的这样一个细胞里面 发展出整个的这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社会形态 而鲁卡奇呢 他在以这个为前提出发点 来提出物化思想的时候 是要把什么 马克思讲的商品败无教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呀 来进行分析 所以他要分析这个物化的思想 所以他的物化理论 马克思讲的异化概念 我们前面讲的劳动异化讲的是什么 是分析资本主义特有的这样一个现实 人们在资本 劳动啊在资本主义条件上表现为什么 表现为一种异化劳动 人们的生存状况 是一种异化的这样一个状况 它是什么 对现实的说明 是吧 它是一种对现实的说明 就是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啊 它究竟是什么 给出一个说明来 但是呢 作为物化的思想 它用的这个物化的思想 用商品败无教的这个思想 它所讲的是什么 不是一种对现实存在的分析 而是对什么 对意识的分析 所以它用物化思想 为什么要区分开呢 它分析物化思想是一个分析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问题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问题 而不是分析存在 所以它用的不是马斯的这样一个 1840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的概念 而是用的商品败无教的概念 这是一个要区分清楚的 第二个呢 就是它是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来分析商品败无教 是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来分析商品败无教 来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点 和它的灭亡 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到底具有什么特点 它为什么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会消亡 会消亡 所以它是理主意 对这个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分析 所以它就提出了 它是把这一个方面呢 作为自己研究的这样一个论物 它说所以说 它说在这里我们的目的呢 是把我们的基础放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上 放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上 并进一步讨论商品败无教特性 所产生的问题 商品败无教所产生的问题 它说这种商品败无教的特性 既作为一种客观的形式 也作为一种主观态度 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不认为啊 你这个商品败无教 仅仅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对象 我无法那个它的 它包含它是什么 一个主观的态度 那么这个主观的态度是什么 就是说你对商品败无教的这样一个意识 它的意识和它的分析 所以它说和这个相应的呢 只能依据这样一种认识 我们才能清楚地洞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它的灭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讲 讲它考察这个物化思想的前提啊 可以看到它和这个商品 它所运用的是马克思的商品败无教的思想 这个商品败无教的思想 它是发展的这样一个思想是什么 是对马之所提出商品败无教的这样一个意识问题啊 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 深入的分析 那么这样呢就有形成了什么 对这个物化的一个特定的含义 什么是物化的问题 什么是物化的问题 所以既然它是对意识形态的研究 是对商品败无教的研究 我们就很好来理解它的定义了 它关于物化的定义 就说什么是物化呢 它说物化呢 就是 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假形式 那么这个 人和人的社会关系 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的形式 这个是马克思已经提出过的 这是马克思啊 已经提出了 马克思在这个资本论里面 在定义这个商品败无教的时候 专门提出来 专门提出来 他说商品败无教怎么产生的 就是人和人的社会关系 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这样一个虚幻形式 虚幻的形式 那么这样一个形式啊 它怎么去说明的 它怎么去说明的 这个卢卡奇啊 他讲了一个 他对这个有这个地域啊 他有一个说明 他说在这里 最重要的是因为这种情况 人自身的活动 人自身的活动 他自己的劳动 变成了客观的 不以自己的意志转移的某种东西 变成了依靠背离人的治理 而控制了人的东西 那么这种现象呢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指出了现象本身 就是说商品背无教这种物化现象本身啊 它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就是说从客观方面呢 它是指的商品生产的规律 商品生产的规律啊 成为了控制人的活动 并和他向对抗的力量 所以他就是什么 变成了依靠背离人的自律力 而控制人的某种东西 就是你商品生产里面呢 它本身产生出什么 和一个能够控制人的 在一个客观上能控制人的东西 他说这是一种客观的 那么主观的呢 它是指什么 指能的活动啊 成了和他自己相亦记的东西 成了客观的商品 也就是说能把自己变成了商品 能把自己变成了商品 所以他就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能自身的活动 他自己的劳动 变成了客观的 不以自己为转移的东西 也就是说把自己啊 主观的东西 本来可以把握着主观的东西啊 把它变成了什么 一种异化的这样一个东西 异化东西 那么在这个地方 他讲的这样一个异化的 不以自己为转移的 不是马兹所说的 这个184年经济哲学手稿当中 所说的异化现象 而是什么 对商品经济活动的 这样一个分析 对商品 特别的 对商品